谁说有叛逆期的一定得是小孩子 我爸妈感情一直很好 从小青梅竹马 我爸经常跟我说起 他们年轻的时候还养过一只猴子 我还不相信 知道 叛逆 前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 我想去关心一下他 你进门就看了我爸在给他讲故事 从前有个老头去日本牙医那看牙 看着看着和医生打起来了 因为那医生说 八个牙了 我说爸你自己听听好笑吗 我爸说 滚滚滚你太热气了 把房间都搞热了 滚滚你 昨天我妈身体有点小毛病 需要住两天院 她连也给我爸发了五十条短信 我这里有张显卡会后空发 来陪陪我吧 不愿 医院旁边晚上会出现超大的挖掘机 来陪陪我吧 不愿 滚你 我之前还在说我二十多岁的人 妈妈不给吃雪糕 今天我妈就因为偷吃菠萝包 被中医买一顿 把麦把出来 我妈偷吃菠萝包 我之前还在说我爸在超市警告 我不准玩大米 我妈不在家 当天晚上她就玩保卫萝卜 玩到凌晨三点 爸 老妈你在看视频吗 抓她抓她 今天早上我爸听说我妈怕打针 一早冲去医院 坏针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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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他们这叛逆期多久才能 要勇敢 OK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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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